我都不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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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管怎么样 已经帮你洗脱罪名了 你应该开心才对啊 对对对 这个事啊 我得赶快跟大娘说一声 她一高兴 没准又能胖三斤呢 走走走 好 笔对字迹手印 正是 华佗本人写的 你相信这是真的啊 你说 是云音害人不成 反而害了自己 其中有些细节 只有凶手才知道 应该 不是捏造出来的 哀家真的不相信 我的云音 会做这样的事情 不相信 儿臣本来也不相信的 可是表妹体内 验出的毒物反应 只有半颗药丸的剂量 如果 如果是她杀 凶手应该不会把药的剂量 减一半的 如果母后不放心的话 儿臣会叫人 去舅舅家里看一看 能不能找出相关的证据 你舅舅已经失智了 就不要再去惊到她了 是 对外就说 淡药丰 鸥银死于心脚痛 并非向外人所传的 遭人谋害 师太医院院士 华佗 与何天心 素有嫌隙 利用云莹报毕一事 刻意诬陷何天心 冬创始发后 华佗 担心惩处 畏罪自杀 母后 这 这是我做姑姑的 最后能帮她的 难道你还要反对我 儿臣 儿臣不敢 好了 以前是我冤枉了 那个何天心 你帮我打赏她吧 一事不成 是 下去吧 下去吧 为了感谢大家 小弟我今天把最悦楼给包了 大家有朋友的叫朋友 有亲戚的叫亲戚 认识不认识的全叫来 我请客 你松了 哪来那么多钱呢 我请客太后出钱 你跟她客气什么 是是是 现场出了吃饭 还有莫奖 鼓励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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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奖啊 还要发护了 好 你去摸去 我先把人都叫起来 你们先去 我去看看你们 我找人啊 往岁月牢出发喽 娘 那天在大牢里 你不是说 等凶手抓到了 就狠狠修理我吗 你不烦我 我就自己来了 行了行了行了 好了拿下来拿下来 别闹了啊 人都为你庆祝了 你赶紧去啊 主角不在 这样可不像话 去 那一块去啊 我不去 我也想起来 这是我女儿差点拿命换来的 我就吃不下 娘 你闷闷不乐 我看了也难受 你开心一点吗 我不是不开心 我是担心 自从你进了太医院 发生多少事情了 娘整天为你提心吊胆的 早知道这样 我还不如不养你呢 娘 以后再也不婚了 以后以后 你都说了 说了多少次以后了 你知道娘年纪大了 受不了折磨了 如果再有一次 娘妃叫你下死不可 你知道吗 到那个时候 你再叫娘 恐怕也没得叫了 行了 不说了 说了你也停不进去 反正你现在已经大了 想做什么你就做吧 娘只求老天保佑你 平安无事就是了 哪怕我少活几年都行 来了 你也不想做了 我去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我吃了 你吃了 安息宁神 还有 皇上 你在看什么 你过来看看 是不是哪里不对劲啊 这刑部 不是已经检查过笔记了吗 皇上觉得哪里不对了 有两个地方 你猜一猜 一柔猜不出来 宫中的书信 用的信纸都是固定大象的 可你看看 这张纸 被剪裁过 为什么要裁 是不是后面 还有什么 而且 而且 这封遗书 从头到尾都没有提起自己的名字 这是不合理的 不是因为 画佗的房间被反锁了 所以才推断 她是自杀的吗 乍看是这样 乍看是这样 可是我在现场发现窗口上有个小孔 可能是有人做了机关 先杀了画佗再造现场 成为密室杀人 混淆视听 应该还有人在 对 只是案发现场没有打斗的迹象 那这个凶手 应该是画佗认识的人 那这么说 画佗 有同党 说不定不是同党 那画佗不过是替死鬼 对 之前地震的时候 小天去震灾遇上了杀手 用奇门兵器 他为了避免暴露身份 还遇藏了毒药自杀 这两件事情 会不会有关联的 说不准 而且他们计划周密 背后有一个庞大的组织 皇上 你要小心啊 最近皇上大刀阔斧的再改革 难免损害他人利益 说不定 他们的目标是皇上 一柔啊 谢谢你的关心 不过你最近 跟朕走得有点近了 你公公要不开心了吧 谢皇上关心 曹晾宏 does not have a legal 别动 你脸上有东西 什么东西啊 小天啊 皇上脸上粘了东西 我帮他弄掉 大哥 你都那么大了 还这么不注意 你怎么会来这里的 我来谢谢大哥的赏赐 不用谢 是太后吩咐的 对了 等一会儿一起吃饭啊 你有没有想吃的东西 跟你揉说 小天啊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准备 不用了 我在家里吃饱了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 我看见张玉妹了 张大人 张玉妹是谁啊 这你都不知道 赵太师的女儿赵湘宁啊 启禀太后 赵太师及赵湘宁求见 快快请他们进来 传赵太师 太师啊 太后 为臣带小女叩见太后 太后 好好好 太师 快起来 起来说话 谢太后 谢太后 来 来 请坐 太师 有事啊 太后啊 小女听说 这几日太后胃口不佳 特意选了几种开胃补品 特来孝敬太后 哦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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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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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小女献给太后的是 嗯 莲花无补 清凉消暑 含苞入茶 开胃凉芳 莲子新香 好住绵长 莲心嫩蕊 青木安神 翡翠莲梗 顺气宽凶 莲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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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藕他怎么了 啊 啊 向您该死 今天早上 爹爹才给我的笔记 一时半刻 记不住 你这样说 你爹爹可没面子咯 记不住是向您的问题啊 跟爹爹没关系 哎 那么说 你来见哀家 不是自愿的咯 向您来给太后请安 向您当然愿意了 但是 要被那个什么 莲花无补 向您就 心不甘 情不愿了 哎呦 太师啊 你这孩子可真有意思啊 呵呵 太后过奖了 如果太后不嫌弃的话 那就让香宁 在宫中住上几天 陪太后您说说话 结姐妹儿 好啊 好啊 再好不过了 快去 快去谢谢太后 呵呵 快去啊 向您谢过太后 好啊 哦 这屋里面 我们出去走走 好啊 好啊 走啊 回程恭送太后 我们要赏花去啊 赏花啊 看见太后 今天天气这么好 出来走走多开心呢 哀家 看到你这个小丫头就开心了 太后 累了吧 太好 你看你看啊 今年玉花园的花开得真不错呀 太后 喝口茶 来 你也吃个果子 谢谢太后 太后啊 这是香妮特意为您准备的茶 是吗 太后怎么了 骗你的 太后啊 你使坏 嗯 不错 不错 干爹 赵 赵太师这个东西啊 是个水晶护理啊 上次选飞不成 这次又把自己的女儿送进宫里来 这明摆着 想趁太后难过 替自己的女儿铺路嘛 一个何天心就够麻烦了 现在还多了个赵香宁 丫头 你现在是父辈兽敌 你可要多留点心呢 这是什么呀 太后现在呢 年纪越来越大 身体越来越不好 越来越相信 滚啊 神的什么东西了 你呢 明白吗 跟爹 一柔明白 不过你自己看着办吧 啊 嗯 好好 师父 你都这么大了 还玩捕娃娃呢 这个捕娃娃 可是我娘亲手缝的 我小的时候啊 家里很穷 没有钱买玩具玩 娘就做了这个给我 诶 诶 师父 这上面怎么那么多洞啊 啊 那 那是我小时候 练习针酒扎上去的 诶 师父 你看 这背后有这么大个洞 你怎么也不帮她补补呀 哎 我总是补不好 每次过几天就又裂了 哼 那你就叫给我来帮她补吧 我保证一定让她脱胎换骨 就跟新的一样 嗯 那你一定要小心啊 千万别把她弄坏了 这是我娘送我的礼物 报告 是 凌春 莫 莫大人 手里拿的什么呀 拿出来我看看 你不知道宫里最忌讳人偶和布娃娃吗 这不是我的 是我师父的 我看她破了个洞 就想帮她补补来着 啊 莫大人 你千万不要生气 要罚就罚我一个人好了 这个布娃娃 是 是我师父小时候 她娘亲手给她做的 她用来学针灸的 你可千万别没收她呀 起来吧 把东西收好 这次我就当什么都没看见 不过你要小心一点 也不要让别人看见了 嗯 谢谢莫大人 下去吧 奴婢告退 哎呀 等饭能出来透口气了 真是搞不懂我爹 干嘛把我送进宫啊 让我一个劲的 陪太后聊天散步的 还一个劲的听她诉苦 闷都闷死了 小姐 你先忍耐几天嘛 啊 等到过了几天 再跟太后说你想家了 请太后批准 嗯 回家 嗯 回家 更闷 哎 要不这样吧 我妹偷偷溜出去玩 替江南怎么样 嗯 老爷知道了会生气的 我就知道你没那个胆儿 停车 哎呀 这是谁呀 这不是我们大名鼎鼎的张大人吗 这当了大官还那么有闲情 出来遛 猪啊 那你以为呢 遛你你干嘛 你 四太监 哎呀 我听说呢 你 武功不错 这还用听说呀 大福都知道 我最近呢 正好在钻研武学 要不 你就给我露两手 顺便我也学两招 你当我是卖艺的 大福啊 给你姐姐露两手 快点 明经啊 我们快去找太后 告诉太后啊 张大人欺负我们 好啊 小姐 我什么时候欺负你了 我说欺负就欺负 明经 我们还不走 你们俩合起来坑我是吧 坑你怎么了 我就坑你 我倒是要看看太后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 明经 还不快走啊 嗯 等等 学武功是吧 没错 你是学着档次高的呀 还是学着档次低的呀 本小姐当然是学档次高的喽 得 我就把我这毕生绝学教你个淋漓尽致 啊 大福 看表演啊 第一招 来无影 走 怎么样 不用 不够是吧 第二招 去无踪 走你 好玩吗 我不要 停 挺好玩是吧 第三招 欲先欲死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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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我不要 停 还要来是吧 第四招 章鱼飞天 走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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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的毕生绝绝大福生空 你现在已经学会了 你自己想办法下去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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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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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了 凌春 上一间缺人手烫衣服 莫大人叫你去帮忙 哦 好 走吧 好 好 我 要我去伺候张愚昧 这宫里这么多太监宫女 为什么让我去啊 是香宁跟太后说 点名要你啊 你是不是又惹她了 是她来招惹我的 好不好啊 小三 你不要去理她就好了 可我没理她呀 大哥 你又不是不知道 这张愚昧不讲道理 又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可是太后已经说了 我也无法推辞啊 好了 小三 你就去个几天吧 我找机会跟太后说让你回来 那就算帮大哥个忙啊 怎么说 嗯 张愚昧 你要报仇你就说 不用使用这种卑鄙手段 哎哟死奴才 怎么说话呢 哥哥我一直这么说话 不高兴你换个人啊 明京 嗯 看看太后起床了没 是 哎 哎 起来了起来了 换衣服呢 好 好 学庆功是吧 教你 现在肯教了 什么大福神功啊 愈先愈死啊 可惜本小姐都不感兴趣 不想学了 那你要怎么样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爱怎么样怎么样 谁管你 明金 我们新买的胭脂水粉 不知道质量好不好 那是你们章鱼家族的事情 我们平凡人怎么能知道呢 明金 看看太后起床了没 是 小姐 不用了 不用了 起来了 上茅房呢 走 师父 我已经把它补好了 而且 还给她做了一件新的衣服 凌晨 谢谢你啊 不用谢我了 你教我学医 我还没谢你呢 师父 这个好看吗 很好看 如果师父喜欢 以后我就多做几件 何大夫 何大夫 有病人 你怎么了 我头疼 来 慢点啊 来 小心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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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是把它收起来吧 宫里最忌讳娃娃 人物这类东西 为什么忌讳 不就是一个娃娃而已吗 师父 你还是听我的吧 宫里面忌讳的可多了 等没人的时候 你再把它拿出来 不玩我也犯忌讳啊 过一句还真不少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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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着 太好了 我已尝捕了 未经许如此 这只能为了 还没人 走 我明白了 不要 你別管 Lucas 那就可以抓住吃 我沒有抵制 活 Brief 你看你 我忘了 你 你 太后 太后 这辅助锻炼 会不会是官士音显灵不吉利啊 那他琢磨是不是坏了风水了 要不就是有人做了手脚 小姐 大功告成了 诶 转过来让我看看呀 明金 看看太后起床了没 起来了 起来了 笑够了没有 笑够了没有 笑够了 说功了 看看太后起床了没有 好 太后不知道起床了没啊 张鱼卫 你到底有完没完 不会吧 都过来看看 美不美啊 来啊 都来看看 美不美啊 快来看 快来看 太阶边美点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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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嘛瞅瞅啊 走 走 走 喂 喂 喂 走 走 快点 哎 我告诉你啊 这儿打死我也不进去 去哪儿都行 那你还想去哪儿啊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想什么 打死我都不会去见小天的 明镜明镜 嗯 快去看看太后起床了没呀 好的 你你你你 起来太善吗你们 还不走啊你 哎呀呀呀 我不吃 来来来 都过来看 看看我新兽的丫鬟 哎呀 哎呀 我的丫鬟很漂亮吧 怎么样 好看吧 去 去 去 新兽的丫鬟 去 等一下 去 把你咬死 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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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吃 好不好看 转转转 转转 哈哈 小天 这是我新兽的丫鬟 哈哈 哈哈 你自己让开 哈哈 漂亮吧 哈哈 白白你看见了 哈哈 我告诉你 我忍你是给我大哥面子 不是因为怕你 有本事你现在就找太后去 老子不跟你玩了 哈哈 你敢 明镜明镜 快去给太后请安 请你敢 我 我 我 哼 我 你 你给我站住 我的仪式 妖品啊 站住 明镜快去追呀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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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跑啊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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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圈的样子 走啦走啦 快进去吧 走啦走啦 走啦 干嘛这样看着我 看你穿女装啊 很不习惯 别说你不习惯 连我自己都不习惯呢 哈哈 二哥那样是你弄的 他那是活该 谁让你欺负我的 哈哈 我还故意让太后啊 让他来伺候我呢 哈哈 二哥他只是爱开玩笑 其实他人真的很好的 说这些干嘛呀 我难得进宫 哎 以后啊 我很无聊 我都会来找你玩的 嗯 我欢迎啊 你之前帮过我 我都没有机会谢你呢 想谢我 那太容易了 当我丫头呀 当朋友还好说 怎么可以当妙幻啊 赵小姐 我是真心把你当朋友 你要是没这个心啊 那道不同不相为谋咯 我这是跟你开玩笑的 你干嘛这么认真啊 以后呢 你就别小姐小姐的叫我了 叫我名字就行了 那你就叫我小天吧 好啊 嗯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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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张鱼们 你有完没完啊你 你到底要怎么样 你有完没完 啊 悠悠 来了一群张鱼哥啊 什么张鱼哥 给我搜 是 等等 等等 搜什么 不是 你们搜什么 我这有什么可搜的 搜什么 我奉李公公之命 来清查后宫房舍 看看是不是有人 携带违禁物品 违禁品啊 你等等 不知道这个算不算违禁品 拿回房间可以屈纹 你 其实最应该查的是你们老板 他才是这个宫里最大的违禁品 你 你说什么呢你 对对对 还有还有 我这呢 还有一个大裤衩 我不知道你要不要看看啊 哎呦 不害臊 不害臊 真不害臊 给我搜 是 仔仔细细地搜 是 不许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我 搜 喂喂喂 轻点 轻点 别弄坏了 你们进去搜一下 是 灵春 灵春 嗯 叫小天把娃娃藏起来 好 好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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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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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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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啊 什么事情啊 师傅 李公公现在在查违禁品呢 他派人搜查房间了 马上就要到了 师傅 你的布娃娃呢 我 我收起来了 应该不要紧吧 不行 一定会被找到的 你把它烧了吧 这怎么能烧呢 要不我藏起来吧 不行不行 他们这次搜得可言了 藏不住的 一定会被找到的 嗯 那 就说是我娘给我的 不行不行 师傅 如果娃娃被找到了 不仅娃娃得烧了 而且你还会被拉去问话 说不定 还得受罚呢 这 这 这么突然 那藏哪儿去啊 哎呀 师傅 师傅 你还是快点吧 他们就快来了 哦 师傅 实在藏不住啊 就烧了吧 哎呀 你让我想想啊 师傅 你快点 哎呀 你快点师傅 哦 我知道该藏哪里了 哎 师傅 啊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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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吗 大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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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啊 我来找大哥的 皇上等等就回来了 你在这儿稍等他一下 啊 啊 算了 既然他不在 那我就先走了 哦 小的们 都给我搜仔细了啊 好好走 鸡脚干辣都给我搜清楚了 都要搜啊 一喜公公 你们都乱来的 这瓶瓶罐罐呢 我们可是凤子四场 都给我查仔细了 不要捣乱啊 看热闹到一边去 快快快 那个翻开 你这哪儿是搜东西啊 简直是拆房子 拆房子 嘿 你倒给我出个好主意 小的们 找不到咱们拆房子 拆房子搜 快快快搜 快快快搜 你说那个布娃娃藏在何天心的房里 怎么就查不出来呢 哎 干爹息怒 是我通知凌春 让他告诉何天心 把娃娃藏起来的 嗯 你怎么可以干出这种事来呢 啊 上次云英小姐遇害 我们证据确凿 但是皇上还是不相信 何天心她就是凶手 与其我们说有问题 嗯 倒不如让皇上她自己起一心 怎么说 后宫里面 不可以搜查 但何天心经常去的地方 只有一处 那就只有御书房咯 你把这个东西藏在了御书房 谁敢去搜啊 你 不用搜查 只需要打扫 哎呀 你就是找出了这样的东西 你能证明它就是何天心的了吗 有个叫凌春的宫女 她可以证明 那她万一不说呢 啊 如果不说的话 就用刑 用刑也不说呢 何天心她心软 凌春用刑的话 她一定会承认的 哎呀呀呀 哎呀呀 哎呀呀 我的闺女现在成熟了 哈哈哈哈 办事是严肃缜密 现在连爹都斗不过你了 哈哈哈哈 女儿只是将心比心 照常理推论 哈哈哈哈 比如啊 咱们现在是自己人了 啊 你以后把你那个小心眼里 那个小算盘 没事儿 你跟干爹住一身 免得我蒙在鼓里啊 你看今天在后宫 翻了个底朝天 什么都没找着啊 您说我这心里舒坦吗 干爹息怒 是女儿 我 临时想到了关节 没有及时通知干爹 请干爹恕罪 起来吧 谢干爹 你先在这儿待着 我到太后那儿看看去 干爹慢走 嘿嘿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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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瘦一双 都是轻微和不一样 问谁在心夜里思念挣扎 看天地良情向往 屋檐独向西楼 越入口 寂寞的梧桐所请求 剪不断离海轮寻离秋 别是一般滋味在仙头 花子飘零谁自流 一种相思凉去仙愁 剪不开梦了一个温柔 当不着断水水更流 让心去流浪 让梦去飞翔 看爱情长眠在水中量 心情在隔岸相望 让心去流浪 让心去流浪 把思念装进了行囊 整个心看不见彼此感想 我们的心在歌唱 我们的心在歌唱 jej je cell i know ya i know